词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飲一杯 抬白衣蜂 少年子弟的挥洒 一如我 曾在江湖 偶遇你试尽了牵挂 你往昔 消消也与众 我好奇的肩膀怒炸 终究是回见难断 思念你的心软如鲍 却愁沉重的无一副家 爱与恨在心中来回厮杀 若这般插面 都不留片架 断绍人为何要 牵挂心事在天涯 我好奇的肩膀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我要杀了他 我要寡了他 我现在就堕了万婆王 这个王八糕子 孙姬 爹 你能忍得住 但我忍不住 五家父子 跟自己的王八糕 咱们是什么交情 如果不为他报受血恨 日后地底下都没脸见他 孙姬 老伯说出的话 从未实验过 但是时机也很重要 时机 什么是时机 现在就是时机 万婆王 已经把五家父子的棺材 抬到我孙府门口了 这是什么 这是嘲笑 这是挑衅 你还跟我谈什么狗屁时机 现在还不是时候 爹 现在就是出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出手的话 会让手下的人心寒的 晚鹏王要的 就是你这种反应 冲动地直接找上门去 正好掉进他的王里 我 你御事能不能不要这么急躁 沉住气会要你的命吗 这事我自己会处置 处置 害死五家父子 就是绿祥川处置不到 要想处置 就先处置他 否则我第一个不服 那你想怎么样 自己人跟自己人先打起来 来个窝里反 爹 绿祥川出错 您不罚他 日会让少下人 怎么进行这里为您做事 难道这就不是窝里反了吗 这个是万鹏王 还不知在哪儿看我们的笑话呢 对你无礼是我的不对 该打 绿祥川无事 害死五家三口 该杀 老伯 找回所有分出的负责人 要出去啊 不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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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出这个门 我就把孩子带走 你想怎样都行 不过最好连花儿草也一块带走 宝宝习惯他们照顾 换了人也许会吵闹 你会烦 小蝶 听着口气 要发脾气了 是吗 我告诉你 你竟有了三个人 因为你而受了重伤 你不觉得歉疚吗 你还想要多少人 因为你们痛苦而难受 我现在只是打伤几个人而已 再下去 我就会要了他们的命 今晚就让你陪我喝酒吧 只要是男人都行 你是男人吧 草儿 拿酒来 我来 相公你回来了 我给你做了饭 都凉了 我去热一下吧 不用 就这么吃 要不要给你温壶酒啊 要喝吗 不了 我不喝酒 我记住了 坐 我不在 你可孤单啊 不会啊 我每天都要给老伯做点心 有的时候陪他拾花除草 有时还会陪他散一会儿布 所以 我一点都不会孤单 老伯视我如此 也将你当作媳妇看待 我可以为老伯舍命 你也要这么做 我会的 我会的 我 这地方不错 是香川给你安排的 很安静 很适合你 你来干什么 我 小弟 我只想看看你们母子俩 对了 孩子取名字了吗 小弟 毕竟孩子是我的外甥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想看看你们 从我离开家的那刻起 我们就不再有任何关系 你不需要知道 和你不相关的人 长什么样子 也许我以前说的话 是错的 我觉得 香川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 我觉得 吕香川有二心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从哪里看出他有二心 我也看不出来 这只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才苦恼 小弟 我说 我只能说真心话的人 就是你了 不 有些话 对爹也不能讲 小声点 来 我们出去走走 绿香川成亲了 是他舅舅陆漫天给他找的老婆 一个叫灵秀的女人 好像还挺温柔 想当初他向爹提亲 爹没有答应 他当时表现出一副十分爱恋的样子 非你不娶 可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了老婆 好像两人感情还挺好 你说的二心就是指这个 不 我并不反对他成亲 但是我觉得 他透出一种诡异 他完全没有必要成这门情 为什么 如果因为需要女人的话 没老婆不是更方便 成亲通常不是都为了传宗接代吗 如果是因为传宗接代的话 那他更不需要成这门情 我的孩子与他无关 当然 小蝶 小蝶 那孩子不会是香川的 小蝶 我们今天先不说孩子的事情 我来时想问你 玉香川有没有费力过你 那不叫费力叫强暴 他强暴我 所以我才未婚生子 就算他强暴你 那个孩子也不会是香川的 因为香川就不能生育 你这什么 我 这是香川的痛楚 我不方便说 总之香川不能生育 你这是事实 不可能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只有过他这么一个男人 那那个 有跟你私奔的男人呢 私奔 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我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那个男的已经死了 对吗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是 我跟着他 死了 我也随他而去 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绿香川不能生育是怎么回事 也许绿香川并非不能生育 你说清楚 我也说不清楚 你就别逼我了 是他告诉你们的 小蝶 总之这件事情 够了 他说他不能生育 你们就信了 不能生育 所以你们才说我冤枉他了 他还真是受委屈了 我服气了 我不该 我不该是你们孙家的女儿 他还真是受委屈了 他才是你们孙家的 他才是你们孙家的儿子 家人 兄弟 我都有些什么样的家人呢 小爹 我 我太对不起你们了 我都有些什么样的家人呢 我都有些什么样的家人呢 小爹 哥哥相信你 真的 不管你说什么 哥哥都相信你 我当时为什么一事糊涂 就轻率地相信绿祥穿的话呢 小爹 你是从来不说谎的 小爹 你别哭了 别难过 哥哥答应你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不让你受委屈 一定给你的交代 我不要什么交代 我想要让你们留我一个人 安静地过日子 不要再来找我了 不要再来 小爹 我一定会再回来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你知道吗 爹现在还相信相川 没有十足的证据 我不能随便乱说 我不能随便乱说 况且这些天 我一再惹爹生气 小爹 为了让爹相信你是受委屈的 我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小爹 我 小爹 我们先回去吧 我 爸爸乖 大少爷 让我抱一抱 你叫宝宝 小姐还没有正式取名字 看她眉目之间 真像她外公 我和曹儿觉得 他长得像大少爷 你走吧 你们俩好好照顾大小姐 有什么需要回府里呢 是 是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先走了 大少爷慢走 小爹 你愿意回家里来吗 不 大哥 不要相信雷相传 不要相信雷相传 知道了 你自己保重 要搭着 你是跟住我出来的 还是一直在这里 在这里多久了 我知道 你只听我爹的话 是我爹叫你来保护小爹的吧 老伯妹告诉你 你不应该知道 这个我懂 我问你 玉香川是不是经常来这里 你不说就是常来了 他来这里都干什么 你是老伯的儿子 但不是老伯 我只回答老伯的问话 很疼 我爹说过 当天下人都不可相信的时候 唯一能信任的人就是你 像当年 你家三十多口被灭门 你亲眼看着你的父母死在你的眼前 你像狗一样爬出狗洞来逃生 是我爹收留了你 教你武功 我爹说 你仇恨世间的一切毫不留恋 他唯一能给你的 就是尊严 我今天说这番话 并不是为了向你讨恩情 我求你一件事情 你要保护好我妹妹 不要再让玉香川接近她 她没理由来这里 如果来这里的话 一定是有目的 你答应我 保护好她 绿祥川不能生育 可当真 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了 韩唐 总之不能让她靠近我妹妹 我妹妹不能再受伤害了 我敬你是心口如意的汉子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这便是不一样 是 你马上离开 你知道小河 又被孙府的人抓回去 我赶到的时候 孙剑已经把他拿下了 我已没法阻止 离开这里之前 我会先去孙府 不行 你不能再冒险 小河这回被老伯抓走 想逃脱已经不可能了 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事不宜迟 立刻离开 听清楚了 小河是我们的兄弟 亲娘也不行 我不能拿一个死人 让活人来冒险 今天的不小心 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死期 让贵的 小沉啊 一早就被人所害 他似时才让我发现 伤得很重啊 恐怕性命不不好 在哪儿 就在那儿呢 来来来 你过来一下 好 你过来 大夫看过了吗 看过了 知道是谁干的 只知道是毒针之类的暗器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 你是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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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啊 咱们小心一点 掌柜的交代了 小陈是有公民的人 该有的理数都不能少 好 快点 知道了 上回拜托你的事 是时候了 陈志明的身份不能再用 必须死亡 我要服下断魂散 才能骗过我大用 断魂散 固然能让你闭住气 但是很危险 用不好你会送命的 所以我才要拜托你 高老大说他来接手 但我只相信你 小蝶姑娘 小陈她不在 伤了还是死了 死了 我现在只是打伤了几人 再下去 我就会要他们的命 你不该靠近了 不该 你故意说个万字 明摆着故意栽赃给万鹏王 什么时候跟他有过节 这两拨人怨戏越深 我的机会就越大 让他们去猜忌 只要不联想到高老大和快活林 就行了 看你这次 可是选了个亏本的退场方式 银子没赚到 还亏了药钱 这下子 你也好好休养几天 我没有工夫慢慢疗伤 一旦有活动 我觉得马上去干活 我以为刺杀老伯的事情 已经不会再去做了 我答应高老大杀老伯 本来是想早些离开 但看到小和的下场 我连一刻也不想留下来 要其实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 我想 我的世界应该不多了 什么意思 我一直记得你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是杀手 杀手就得无心无情 如果心动了 情动了 就再也不能杀人 我现在 对生命有了眷恋 有了一样 我特别想拥有的东西 对生命有了眷恋 陛下 你这辈子 可曾有过一定要拥有的东西 或人 人 人 是有过一次 就是你想离开快活灵的那次 你说你要走 但却没有离开 整个人都变了 我一直想问你 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变成这样 不生不死的活着 我说过 因为胆怯了 害怕了 你害怕 怕什么 怕自己会做错 怕自己会自作多情 如果当时我不顾一切地走了 就算走得不远 也会很快乐地死 我说 你说的是 女人 你说过 像我们这种人 只有一次机会 以前 我认为你指的是离开快活灵 但现在 我知道是另一种东西 我最近 认识了一个人 断魂散的药性很强 你要好好休养几天才行 慢慢就会康复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要好好休养 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你 小王 沙老国的事情忘了吧 他身边有个很特别的人 你不是他对手 现在你不再亏欠高老大了 如果想走 就走吧 越快越好 不要再为他杀人了 我不是为高老大 是为我自己 小孟 我 你说的那个很特别的人 是不是一个身穿灰衣服 长发披肩杀气逼人的男子 你见过他 正外湖边的卢尾丛 你们交过手 没有 我甚至没能靠近他摆布 你和他交过手 怎么见到他 我一定不如他 因为你不想死 你走 你曾经问过我 作为一个杀手 有没有不曾施过手的高手 曾经我算一个 但遇上他以后 他才是最好的 你可能不相信 但我要告诉你 你也许比他冷静 比他敏捷 甚至出手比他还要快 但你不是一个无心无情的人 而他是 没人能形容他的杀人方式 他在杀人的时候 已经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人 更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人 你的意思是 除非不要命 否则多少都会退缩 会害怕 害怕 他不会把他当成是人 他不会害怕 在他杀人的时候 他不会心软 不会动情 更不会有任何同情 所以他在的时候 你杀不了你不要 杀老大 高老大应该告诉你 他的存在才是啊 接回你妹妹 爹 我去看过小爹 他的儿子长得跟您很像 我没有这个女儿 我去看过小爹 他都 пок教你 他要做个人 这一者 他要去看他 他都会了 这些不开他 他都会把他请 你把我还能重选 海洛 他还没有 他要邀请 你保护你 做别的 我们既然是一家人 为了一家人受点委屈 也是应该的 香川 你介意吗 你真的不能原谅小蝶吗 不行 老伯伯 你别缠绘进来 就算香川不介意 我也不答应 爹 香川现在已经成亲了 毕竟他和灵秀夫妻关系很好 现在小爹搬回来住 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 就算 就算灵秀他不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另外给他安置住处 住口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爹 你要是真为香川好 就应该让小爹和香川的 不快早点过去 小爹打小起 什么时候离开过家 什么时候离开过我们的保护 他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 难道您就不担心吗 您就不担心 那些迫害您的人 借他来威胁您吗 别说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女儿 就算是你 我唯一的儿子 他们要是拿你来对付我 我也不会妥协 我可不受任何人威胁 是 小爹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并且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难道您要他用一生来赎罪吗 空姐 他真的错了吗 是 mog方 你 你 我 你 你 对 我 你 我 我 好 好剑法 看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这么快就练剑 我想进孙府打探小河的下落 虽然他活命的可能性不大 但有机会 我还是想试试 这不像你会做的事 你像该讨厌小河 他的生死于你何干 我明知他不会听我的 却没有阻止他 我也没有杀老伯 反正我要探孙府 就他顺便吧 探孙府 孙府 孙府和十二非鹏帮已难免一战 他们欲帮相争 我在旁边伺机而动 看来 非杀老补不可 无论怎么样 都不能阻止你吗 你可以不帮我 但不要阻止我 我只是不想你受他伤害 虽然帮不了你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 谢谢 想睡是吗 是啊 让我睡一会儿吧 我们的客人疲倦了 来 再请他喝点提神的东西 你早点说了 不就能早点休息了吗 你 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不记得你们非神 谁派你来的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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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孙府内 至少有十七栋单独的屋子 老伯真正住在哪一栋 我一直都没弄清楚 和他寝室相同的屋子 就有三栋 我怎么会走到这里 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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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姑娘说的小晨可是晨志明 你认识他了 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他还有兄弟啊 我以为 他不但有兄弟有好朋友 而且还有吴举人的功名 难怪 我觉得他贪图不俗 志明生前最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我来这里祭拜他 姑娘你可是蝶姑娘 他跟你提过我 那你知道 他是怎么死的吗 被脆毒暗器所伤 毒发致死 暗器 是 他的暗器功夫 据说在江湖上能派前三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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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小心 不 不应该让他靠近我